现在国际间的正义呼声似乎已经对迫害元凶形成了围剿 而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权报告中 也首次提到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 对此多年来致力于揭露活摘器官问题的 《血腥的活摘器官》一书的作者麦塔斯和乔高表示 这说明美国政府认为活摘器官证据充分 足以取信 他们呼吁应该对犯下这种反人类罪行的元凶绳之以法 美国国务院在2001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中 首次明确提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 对此最早站出来独立调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的 前加拿大国会议员乔高和人权律师麦塔斯表示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 迈塔斯表示美国政府将器官活摘写入人权报告 说明他们认为活摘器官证据充分 足以取信 麦塔斯和乔高还说 应该在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薄熙来这种参与活摘器官的人 这是一个新状态的状态 而是实际上的法庭的法庭 应该说 那些人像欧离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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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人会被判断于法庭的法庭 这些人会被判断于法庭的法庭 如果他决定在中国 他会被判断 就会被判断了 乔高表示 美国政府还应该抵制来自中国的奴工产品 麦塔斯和乔高说 最近国际法庭以战争重罪判处利比亚前总统泰勒50年徒刑 是一个很好的进展 相信江泽民 薄熙来 罗干等人将同样难逃法网 新唐人记者曾征采访报道